潘兆聰 恐怖在戰 你好Hero 大家好 迷你公路 是 何時開始做了Youtube頻道 大約是去年5月 為何有興趣做這些事 其實我自己本身 還沒搞Youtube之前 我自己也有看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當時也有寫一些部落格 但後來就發現 都比較多人喜歡聽 就是回到紙 少人都喜歡看 所以我就在Youtube開了一個頻道 自己也找個資料 講一下他的事 但你只是單人匹馬講 也只是單人匹馬 所以經常搜集很多資料 都需要一些時間 你哪一段影片或哪個題目 是最爆發最多人看的呢 其實有幾個題目 其實我也是香港聽眾比較多的 香港的題目 例如灣仔區 爬馬地 或者一些地鐵傳聞 一些以前香港的傳聞 街道大廈 那些都比較多人看 我看你很多時候 都很多都市傳聞 那些傳說 大家喜歡聽的 那些又不是很鬼 它不一定是鬼 一定是鬼 但就覺得 此是而非 還有你身處於那個地方 香港 大家特別想了解 例如上環的地鐵站 彩虹 為什麼有一條路軌 又不用 那些 大家最喜歡的 也是 也是 你覺得哪個地方 真的比較厲害 日月星街 日月星街 因為其實我 我講少背景資料 其實我自己那天 就拿了手藝電話 大概是中午吃午餐的時間 就是公司吃午餐 我就拿了手藝電話 就打算去那裡 拍一些實景一點的相片 和一些短片 就放進我的製作短片裏 先後去了 例如剛才說的藍姑台 又要升街 但是特別去過兩個地方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差很遠 第一個地方就是要升街 如果大家記得 走到盡頭那裡 其實以前有個位 有一塊大紅布 是的 在廟上面那裡 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 只有一個小小的祭壇 在那裡 那裡應該是土地公 土地公 其實我在那裡 拍了幾個照片 和拍了一些照片 但是去到那個位置 就覺得有些壓力 有些壓力 其實理論上 是中午12點幾 1點鐘去到 應該是陽光最普照的時間 沒有理由 又不是說半夜三間 很陰森 去到就說 疑神疑鬼害怕 對不對 其實我日後發覺 那些鐘數去到 都覺得是周身不太聚慘 其實我自己拍 如果我出一些本地的影片 我也是堅持自己 會去拿一個手機去拍 因為你自己去過 那些地方 還有一些感覺 你可以是親身一點 不是說網上 你傳我傳你 不會是這樣 所以我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特別要提到 就是星街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 比較不太舒服 其實我去過南固台 你進去嗎 我以前進去 但我上次去的時候 不能進去 因為他有個工程做的 剛剛有個工程做的 只能在很遠的一條樓梯 拍照 但是去南固台 你當然也會去聖路奇書院 其實很近 很近 我去到南固台 就發覺 都不能進去 沒關係 照去聖路奇那邊 也沒有什麼準備 聖路奇當時都不能進去 也不能進去 也不能進去 但你可以去到門口 去到聖路奇那邊 走到很短的路程 有些石級 一上了石級 感覺已經完全不同了 為什麼感覺完全不同了 你突然覺得 是靜了很多 好像整個空間 停頓了 你明明 剛才你在南固台走過 其實那裡有人住 有一棵大樹 有人住 住宅區 你聽到有些聲音 有些人玩 有些電視聲音 有些人聊天 很正常 但你走到聖路奇 他有一條石級 走上去 然後轉右邊 套進去的位置 突然之間很安靜 什麼聲音都沒有 沒有人就很安靜 當然了 他是荒廢了 看進去照拍 其實那個感覺 除了安靜之外 就好像有人看著你 但你本來也沒有這種感覺 本來沒有 只是在那裡才有 特別是在那裡才有 我之前去華富邨 瀑布灣 其他地方去拍 其實都沒有 沒有 零碎是那個地方 特別是有這樣的感覺 即是你覺得在灣仔 你自己是街坊 街坊 因為我小學也是在那裡讀書 是的 說了讀書 你讀中學那間也很厲害 這麼巧 是否能出名 能出名 兩天前都說了 小花譚幸娜 都說了 OK 然後你是同一個校友 校友 其實我也是讀玫瑰缸 是嗎 玫瑰缸中 我們說到玫瑰缸 真的有些了解 是不是 他曾經說有一件事 就是試過沖了一副棺材下來 在山上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山來傾死還是怎樣 整副棺材沖了下來 我問他有沒有哭 他不肯定有沒有哭 但是當時那些師生 就圍著 封住了 真的要處理 你不是那個年代 我應該不是那個年代 我應該是在之前 說一些傳聞 傳說的事情 你也有很多說 你最深刻印象 或者自己最覺得 這個都市傳說 跟自己有關係的 是哪一個呢 其實也有很多 或者是那一宗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那一宗 好好好 其實打電話那一宗 話說我是中一 我中一的時間 有一晚家裡沒有人 我叫了一些同學來家裡玩 來我們玩 那時候的傳聞 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譬如半夜三間 十二點鐘 打十二個二 又是這些 對 打十二個二 就可以打到某一個空間 打到陰間地府 對 但當時傳聞不是很多 又是十個一 十個零 不知道是誰才是 號碼有很多變數 很多變種 很多不同版本 沒錯 但我自己親身經歷的 就是打十二個二 你很肯定 很肯定 打的不是我 不過是有一個同學 在我身邊打的 我看著他打這十二個二 那時候還不是絕對 是搞盤的 是搞盤那一隻 那時候幾個同學 我那時候十幾人 都十幾人 我們就圍著他 就說 在哪裏打的 在我家 直接在我家 在你家 在我家打的 因為那時候通頂 沒有工作 沒有那麼多娛樂 通常是圍著聊聊天 那時候就跟他說 我忘記是誰說起 就說有個傳說 有個同學 就說 是不是 我不相信 大膽 大膽 那時候真的打 那時候我是親自在場 我看著他打十二個二 對 也有同學說 你不可能打到 因為照樣 打到某一個位置 就不通 對 是不通 的而且那次 他打到去 因為我們 他有個聽筒 我叫到很近 聽到他打完十二個二 真的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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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之餘 他也是很害怕 就馬上收線 馬上收線 因為他也遇到 應該是打不通的 是 你們的反應是怎樣 很害怕 我很驚訝 那一刻 我沒有想過打通 其實我沒有什麼反應出來 但其他朋友已經很害怕 不是說 是真的 你知道小孩子 十幾歲 就問他 那打通了會怎樣 那時候我們就忘記了 有個同學說 其實 即使這些事情做完 都有一些後遺症 又會不會太幸運 又會遇到一些不好運 即是說這些 我們也沒有為意 安慰同學 回頭說 沒事的 應該說 這些事情 應該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是 無獨有偶 這麼巧 還是怎樣 你問我信 我又不可以說不信 我有份參與 這個同學後來 正常上學沒有問題 回了幾個學後 突然之間 身體有些問題 神 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本來是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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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病到 不能回學 那些先生 都要去他的家 去探望他 我們一群同學 都很擔心他 但我們當時 沒有告訴先生 這些純粹是 我們自己玩一個秘密 沒有說出去 我也是很少說 但他真的有病 真的有病 又進醫院 結果他不是病三五七天 也不是病一兩個月 連續整個學期都不能回學 結果他也是要下班 即是考試都考不到 整個學期都不能回學 但他下班後 是康復的 因為我後來 大家都是同一間學校 我們都見到他 看到他也是健在沒有問題 不過就是 剛巧的時間上 真的做了這個動作 然後就有這樣的結果 還要在你家裡打 還要在我家裡打 對 還要在我家裡打 所以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印象很深刻 這是一個小孩子的都市傳說 這些都市傳說一定是很經典的 真的不知道誰傳出來 那時候 是不是讀者文宅呢 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讀者文宅就是講這些 圍馬一堆 那時候你也知道沒有網上 沒有電腦 圍馬就是講這些故事 小時候 不知道是誰說 對 我聽到誰說 有人講這些故事 接著做 結果就有這個情況出現 現在幾點了 11點59分40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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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 試一次 好 證實一下都市傳說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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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外面按 我聽完 好 12點 快點 試一下 好 沒事的 我們可以見證這件事 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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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版本 很多版本 叫外面同事沒有那麼大聲 很吵 沒有 打了 通不通 我按了沒有 通不通 不通 沒有了 沒有了 對不對 對嗎 更新 對 不是 如果真的打到久 很煩 你們打了幾十年 你不要再打來 說到30年前 這件事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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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玩了30年 你不要再玩 已經剪掉了 可能現在打另一個號碼 可能是 轉了號碼 轉了號碼 所以大家不用試 是不通的 一個號碼也不通的 但當時不知為何真的會通 真的不像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r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對呀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也是可以的 按下我們 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 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 最恐怖的個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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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